被草操杀害的皇后就埋在这片田地中 眼前看到的风土堆就是汉县帝留邪的皇后福寿的陵墓 这里位于许昌市建安区 这个福皇后是狼牙郡东吴县人 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 她是东汉大司徒福战的七十孙 父亲是东汉末年大臣福丸 他一共在皇后卫二十年 这座墓的风土很大 墓中有十米高 在墓中前面还有两个小墓埋葬着两位小皇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出平元年 董卓挟持汉县帝到长安 福寿也跟随着 当时福寿已入夜亭为贵人 董卓寺后 李觉郭寺攻入长安城 汉县帝东归洛阳 后来曹操来到洛阳 将汉县帝又带到许昌 后来曹操杀害董成和他的女儿董贵人 董贵人当时还怀有身孕 福皇后看了这个情况 从此心怀恐惧 于是就给父亲福丸写信 揭露曹操的凶相 让他密谋铲除曹操 但福丸不敢动手 后来在福丸去世几年后 这个事情被泄露 曹操将福皇后禁闭冷宫 逼其自尽 他所生的两位皇子也已毒酒毒杀 宗族一百多人皆被处死 福皇后死后 曹操仍按皇后礼仪将其后葬 两位皇子也葬在这里 永远陪着他的母后 永远陪着他的母后